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的这种身高来讲就是会比较友好 而且女生就是不管你瘦胖都好 女生一定有一个遮白白肉的这种困扰 所以这种泡泡秀的话就是会比较好的修饰你的手臂 而且就是我肩比较长嘛 所以会比较喜欢 如果稍微能让它宽一点我的肩线的话 会比较好看 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背心 这背心真的颜色我就是一眼看上去 一件很小的小可爱 我觉得这个配色就是复古系的那种少女 你看它是三个颜色 在装黄色 粉色 然后一个大红色 然后中间这个就是它是切鸟哥 所以更摩登一点 就是更时尚一点 我觉得它就是背后这个也很好玩 做一个X的这种 背后也是这样的吊带色 你会感觉要运动一点 就是不会是简单的吊带 就还挺多一点点细节吧 我觉得细节非常的重要 衣服如果细节上会多一点设计感的话 整个衣服会看起来会更加的不一样 这个我斥觉的单穿是挺好看的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怕鹿肉的那种女生的话 就你也可以搭一个打底 但是我这个打底 我就建议你最好搭配白色的蕾丝打底 或者是比较浅色系的 因为它已经够彩了 然后元素够多了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暴纹 今年就还蛮流行这种暴纹的 然后这条裙子我觉得 如果你就不要特别承受 因为其实暴纹会大家会想到比较野 比较女性的感觉 如果配搭一双反部鞋 旷温的那种高帮反部鞋配双 丁的那种挖的 我觉得是ok 加一点那种比较强烈一点的元素 会整个让你更立体而且更强烈的 但是你其他的元素 我就建议你搭配T恤 或者是学生气 那些什么都要综合一下 下一条呢 这个我很喜欢的 哇它这个材质好特别哦 它不是那种棉码 它是那种滑滑的 我真的很喜欢裙子有越远褶 或者是有越弱 一样的这种设置 所以我为什么要购买这件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女生 特别是我这种小个子的女生呢 很需要在比例上做纹长 我个子比较矮长 如果比例看着好一点的话 整个人就会看着会修长一点 会比较高调一点 这个裙子的点就在于 这种黑白格会有放大的效果 看着你的下半身会比较有放大的感觉 那你的上半身就会比较瘦 这样的话整个比例是好看的 我应该会搭配DC吧 或者是白色的上面 一件是这种白色的 这种白折裙 已经也特别多开始卖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不一样的点在于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这种 这白折裙的话 白色的话 就特别像是比年前 比较老了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这个不一样的点在于 它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这样子的 鞋的这样 有一个层层次感 然后它又有一个这样的抽绳 把它这样抽的话 又有一个褶皱的这样的感觉 而且你这样把它拉过来的话 会整个把你的 腿部还有 就是臀部的线条 会更凶成 仔细看 你可以看到出来 它是那种按数的调 按数的话 就是会比较 会让整个人瘦的感觉 下面就是到了我们的 美衣曲环节眼 第一条的东西 其实是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我一定要买它 可爱啊 好少年到处 它在这个领边和袖口 都是蕾丝的 我觉得蕾丝就是真的很少年 浪漫的一个原理 因为它这个胸线 是比较高的 把你的腰架性的往上提了 它整个裙子也不很长 是简单的那种 有一点点A型的感觉 我想的话 我应该会穿一个球鞋和白瓦 其他颜色瓦 会比较轻穿一点 这个套 这件衣裙的颜色 颜色就比较亮 但我还蛮喜欢的 我非常喜欢这件裙子 一个点就在于 它的这个是感的 针织的 你看到这个材质 你会觉得这个人 是很舒服的 是很居家的 管闻有很亲近的 针织的材质 比其他材质 会比较贴近你的身体 然后会看到你一点点 身体的曲线 它是这种吊带的嘛 上去就是很像度假的感觉 非常夏天的一件 上面这个红边边 也是一种红色的 一般女生一定会擦口红吧 口红可以给你的这些 边边的固定起来 如果搭配的话 我会觉得 如果你想比较 性多一点点的话 会搭配两个鞋吧 更像去度假的感觉 如果你想要比较日常 或者是比较青春一点的话 就建议还是搭泥球鞋 今天给你们分享的所有的单品 希望我给到你一些大肆的能感 拜拜